哈喽大家好,我是宋先生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毛虎悚然撞鬼惊之 矿洞中的女人 保险公司上班的夏美 在四个月前从总部被调到了乡下的织布 这里的业务套路和总部完全不同 暂时的她很难做出成果 因此她需要拼命的来适应这些还不太上手的工作 这天下班 在回去的时候 夏美不小心看错了路牌 导致他们走错了路 她开车不断的向她深山开去 直到开进了一个废弃的矿洞这里 夏美身边的男同事 这一眼便认出了这里 这里是一个在几十年前就被关掉了的铜矿山 据说当年突然关掉这里的理由是 明明周围没有人却会响起脚步声 明明没有人动车子 收音机却会突然的打开 所以这里后来也成了本地有名的灵异地点 男同事劝夏美赶紧离开这里 但此时的夏美却莫名的下了车 甚至他连自己也不清楚自己下车的原因 可能潜意识是想从平日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吧 这里曾经也繁荣一时 但现在却随着时代的更迭 而被人们遗忘 眼前的光景也让他想起了一些不愿想起来的事 四个月之前的他还在东京总部 却因为搞砸了手上的工作而被调到了这里 想到这里的夏美忽然注意到了 矿洞铁门上的诡异面具 当他想探头巷里面看的时候 却不小心碰掉了铁门上的锁 随着里面涌出了一阵凉风 让夏美感觉到在黑暗的深处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凝望着他 他不敢再多坐停留 直接拉上了男同事 上车打火一气呵成地离开了这里 临走时他还在想 之所以靠近那个山洞 应该是他一时鬼迷心窍了吧 昨天领导在开立会的结尾还在鼓舞大家 这个月一定要努力拿到业绩第一 但夏美明白 虽然大家都没有说 他知道 很明显是他拖了大家的后腿 而且夏美没有搞定的客户 领导和那位男同事还要亲自出马帮他搞定 领导在临走前 还不忘让夏美把社规好好的读一遍 可夏美在下一瞬间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社规里印象出领导的脸为什么会有个面具 然而下午夏美在跑业务回来后 也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事 他的领导像赵乐模一样用力的擦着车 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男同事却闭口不谈 整得神神秘秘的 夏美感觉到这两个人好像在隐瞒着什么 第二天 领导便请病假住院了 夏美想去看看 又被男同事和护士阻拦 第三天 男同事也请假了 突然发生的这一切 让夏美有一种莫名的不安 为了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夏美开着车 来到了男同事的家 男同事看起来很虚弱 在夏美的再三笔文下 男同事拿出了一个面具 这个面具让夏美想到了那个矿洞上的面具 原来男同事对领导讲了他和夏美迷路的事 之后他和领导便又去了一次 但他们去的时候 矿洞的大门是开着的 领导当时估计也是鬼迷心窍的走进了空道 出来的时候就带着这么一个面具 然而回家后一并不起 到现在领导已经变得人不人 鬼不鬼 夏美听到这里也很自责 觉得这件事跟自己也是有关系的 他觉得如果把这个面具还回去的话 估计这一切都会变好了吧 转场过后 夏美开着车带着病厌厌的同事 再次来到了同框场 在停车的那一刻 收音机真的会自己想 夏美安抚好同事 装了胆子 下着车来到了坑道前 一瞬间夏美仿佛感觉这个坑道 像是什么怪事张大了嘴 在等着他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在坑道中走了一会儿 夏美发现一个挂满了这样面具的架子 其中有一个是空着的 那里原本就是挂夏美手中的面具 夏美拿出面具 小心翼翼的把它摆放好 之后 他转身就准备离开这个让人发慎的地方 可当他刚走一步 好像听到了坑道深处有什么声音 他好奇的用手电筒向着声音员照去 但看到的却是一个披着长头发 看不清脸的女人 夏美吓得转身就往外跑 而那个女人似乎还不紧不慢的跟着他 跑出坑道的夏美发现男同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出了车子 样子还是奇怪的站在坑道前 夏美没有多想 他连忙拉着同事上车 在那个女人即将追到他的时候 他开车离开了这里 开了好久的车 夏美把车子开到了金山的插道口处 这个地方来来往往有不少的车子经过 而一直呆呆的同事 也仿佛恢复正常了些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安全没事的时候 车子的后面传来了一阵怪异的声音 夏美二人回头一看 就看到了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追上来的恐怖女人 转场过后 夏美安全的把车子开回了家 他赶忙下车傻看 看到自己车的后玻璃上 的确有被人爬过的痕迹 夏美在惊恐的同时还在想着 那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在那之后 男同事的身体已经完全的好转了过来 可是关于那天发生的事 男同事竟然莫名的全部忘记了 而夏美也渐渐的适应了这里的工作 业绩也变得好了起来 但他们的领导却还在住着医院 不过据他的妻子称 领导最近的状况也比平时好了很多 并且这次也允许夏美进房间中看望 可是进来后的夏美却惊讶地发现 那姿是像当时的女人的样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